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在9月29日迎来了实体的毕业典礼 毕业生终于有机会穿上毕业袍步入礼堂 亲手接领毕业证书 礼堂坐满了290名毕业生 除了2022年的毕业生 去年已出席云毕业典礼的毕业生 也受邀参与毕业典礼 感受实体毕业典礼的气氛 韩江三校董事长拿都斯里黄刺兴在致辞时表示 韩大承诺会秉持为学生提供优质和可负担的教育理念 为此 韩大正在陆续开展一系列的改革发展计划 以改善软硬体设施和提高教学素质 此外 黄刺兴也透露 董事会计划在下个月着手向州政府提成申请 相信威额雄伟的新大楼工程 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动工 大家众叛已久的韩大地标新大楼 将一全新面貌染现在众人面前眼前 董事会感恩获得一支非常强大的专业 建筑团队的支持 从流畅 绿色 完善 连接 交流 永续为全体规划 未来的韩大校园 韩大校长马国会博士提及 为顺应时代及整个教育趋势的发展 韩大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发展计划 追求教学 学习及学术方面的卓越表现 韩大以新闻起家 立足华盛 坚持母艺教育 小而美 金儿庄是我们学术课程的发展架构 我们致力于朝向 专业型高等教育机构为发展目标 传媒诗根 中文诗本 也是我们力小的基石 更是我们学术发展的核心 当天有6名学士学位及8名专业文凭毕业生 获颁最佳学员奖 有12名学士学位和31名专业文凭毕业生 获颁院长名单证书 获颁最佳学员的毕业生都表达他们的感恩 并强调大学生涯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学分 更多的是实践上的学习和收获 今天有机会得到这个best student 我觉得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不过很多人都觉得best student是靠学分 其实我觉得要理清一个迷思 就是在大学里的课业 不只是识读书那么简单 因为大学的课程 除了在学术上面努力 我们也要在practical方面 这个是我所讲究的平衡 就是我们要在学术上面好 时间上也好 我觉得大学最大的差别就是 多了一份时间也多了一份能力 我得到best student的感想就是我非常感恩 能够也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优秀的学生 就我只是对我从小到大 我可能对学习方面我只是尽力去做好我的一切 然后今天就是能够有一点点的收获 我觉得是让我很意外 然后也让我更加珍惜 毕业典礼当天 毕业生的父母也捧着一个个花束 不如礼堂出席毕业典礼 不错过孩子们人生重要的一刻 为孩子拍照留念 孩子这几年大学生涯的成长和转变 也让他们倍感行为 兴奋了 好像他快要长大了了现在 已经长大了 已经长大了 要飞出去的感觉了 好像是这样了 谢谢他一路来 他很亲密有听话 他走下去他自己的学业 他自己努力争取回来的 比较成熟了 好像自己会安排他做的东西 前两年因疫情肆虐 韩大的毕业典礼都转为线上进行 如今盼来了实体的毕业典礼 毕业生都感慨万分 按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并有说不出的感激 因为觉得很开心 因为之前是online的嘛 online就不能遇到朋友 就是昔日的classmate这样子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可以出席 就是Physical Graduation 觉得很无比的荣幸 想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 然后朋友跟老师 就他们父母就在陪我嘛 然后朋友可以在我大学的时候帮助我 然后老师就给我一些支持 然后帮助也是 就让我顺利毕业 首先的话很开心 因为总有线下了这个毕业典礼 然后很感谢我的父母 然后朋友们跟老师 就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 然后可以在韩江毕业 我觉得毕业典礼是一辈子 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啦 我们之前在专业文凭diploma 也是有经历过线上毕业典礼 不过那个感觉好像不太到位 今天确实很开心 能在疫情后迎来这样多人 一起聚集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感觉更加强烈 然后更加温馨 在韩大这几年的岁月里 毕业生都表示 他们不止充实了知识 最大的收获 还是心态上的改变 和职场上受用的实践技巧 让他们做足准备 踏入社会应对各种挑战 还有自己在可能这四年半里面的经历 所带给我的一些反思 比如说要有 我觉得我学到了 用另外一双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就是可能中文系带给我的启发 就是看东西不要只看表面 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很深的 最大收获 就是步入职场之后 我觉得韩大 他给我们的课程 比较全面性就是 他不只是在学术性 也就是theory 他在实用性时间上 practical那边也很受用 所以我们去到职场 一些比较时间上的技巧 韩大生可能都会稍微强一些些 韩大毕业典礼 在毕业生歌曲表演上画上句点 毕业生不忘与家人和朋友 在韩大各个回忆满满的角落 拍照留念 留下毕业生难忘的回忆 韩大新闻记者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